压力挺大的其实 昨天我还在想要不要穿裙子 但我觉得这次节目也是X 所以我又换回了裤子 最近大火的刘雨昕小姐姐 在节目中成为C位 穿裤装跳主题舞曲 也遭受了不少的网友质疑呢 小姐姐也勇敢地给出了回应 这样的女生能不能跳女团舞 已经是上世纪讨论的问题了 在超女中夺冠 被粉丝叫做春歌的李雨春 算得上是华语里中信风的鼻祖了 有棱有角的外形 被吐槽了许多年没有女人味呢 虽然现在的艾拉姐姐 超级有女人味 但当时可是SHE当中的假小子呢 不同于其他两位的小姐姐的甜美高冷 艾拉小姐姐在一出道时 就满满的少年感呀 王妃的女儿窦镜头 也是新生态中信风 女性中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位 显有王妃姐姐的 不是人间烟火的女神形象 但酷酷的彤彤却是不一样的惊喜 也是收获了一大批女朋友呀 这些中信小姐姐 有没有居肉米的心呢 小编也希望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